2024年夏季奥运会对巴黎来说将具有意义,其原因超出了肯定会在那里创造的体育记录。 如果光之城如愿以偿,它将使蜿蜒穿过法国首都的主要河流塞纳河再次变得可以游泳。 塞纳河在1960年代首次被宣布为生物死亡,从那时起就一直散发着恶臭。 废水方面的进步有助于改善1960年代的情况,但游泳仍远非安全。 事实上,这项运动自1923年以来就被禁止在河中进行,几乎每三个法国人中就有两个人对这条河持负面看法。 到2024年夏季奥运会开始时,看看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将会很有趣,因为官员们希望到那时它会再次变得可以游泳。 这将意味着这条河子一百年前被禁止以来,将首次恢复可游泳状态。 对于河流的美丽和声誉的回归,法国官员似乎充满希望。 1月初,当官员们在巴黎公布他们对奥运会的雄心时,塞纳河受到了崇敬的讨论。 它被称为无限可能的地方,同时称其为首都最美丽的大道。 根据巴黎官员的计划,清理塞纳河将成为2024年夏季奥运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这将在开幕式的一开始就开始。 官员和运动员将不再像传统那样将他们留在体育场内,而是乘坐160多艘船顺流而下。 他们可以从这些船上向估计有60万名观众挥手致意,预计这些观众将占据相邻的看台和街道。 观众将沿着从奥斯特里茨桥到爱菲尔铁塔的路段观看。 在开幕式之后的几周内,目标是确保运动员在比赛开始时航行的河流中游泳也是安全的。 毕竟,这条河将成为公开水域马拉松和铁人三项等活动的举办地。 此外,在2024年夏季奥运会结束后,希望这条河将可供所有想游泳的人使用。 感谢您选择氢燃料新闻网,不要错过免费访问我们的独家电子书的机会,立即注册。 在HFN上关注这个故事和更多信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